哈嘍大家好請 那我們今天繼續玩一下 妹子香香 game 沒有錯就是我們的未然檔案啦 那後來的話 哲平基本上就是 開始播的時候都有在玩囉 然後有觀眾就推薦哲平 從刷首抽啦 所以這一次我有抓出就是兩隻的人權角色 一個是 pvp 的人權角色循 然後另外一個是也是蠻好用的 pve 的這個人權角色一隻哦 那聽說還有另外一隻的那個人權角色 是我們的響啊 但是哲平到現在還沒有看過他們哦 所以就 就看一下之後能不能歪到啦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的主線這個劇情關卡算是刷到了 比較三隻幾了 那其實玩到後面的話就會非常非常 發現這款遊戲其實非常非常非常好玩 他不是一般般的只有 就是讓你的角色在前面跑這樣子哦 其實你的角色的就是重裝啊 跟我們就是輕裝啊 跟我們就是神秘裝俠 都有一些相對應的角色可以去做一波 就是那個打擊哦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好玩 那三隻幾這邊的話開始就會有一些就是 恐怖的東西出現了 比如說就是我們的坦克車之類的 那坦克車的話 基本上我們這邊的話 一隻的大招就超級無敵好用的哦 來打一下給他看 就是前面的話 基本上可能就是輕輕鬆中關卡 就是碾壓啦 但是後面的話 基本上有一些角色 他的那個就是重裝甲或是新裝甲 那種安排的設計的話 你可能就是必須要用一些 角色的技能來打一波這樣感覺哦 所以越玩越刺激越來越嗨你知道嗎 然後如果你想要就是打到我們就是那個 三個星級的話 你就是在我們這個 排陣的地方的話你的那個 前進跟後退啊 也是要一定的就是安排的這樣的感覺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 好 那這邊的話基本上哲平的隊伍是這樣 但是不見不建議大家用群啊 但是我自己是獨愛群哦 因為我覺得群真的是 超級重哲平的胃口了 所以我就是都把它帶出場 那這邊的話 我們隊伍配這隻群白子跟一隻 還有我們的春啊 那春就是一隻坦克的角色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白子是有一個 哎類似爆炸一個效果的角色吧 所以他是可以來做一波 就是那個火力的那個打擊哦 就是遇到一些 那個比較閃兵的 所以因為橘色的那個血量的話 就是我們的重裝甲嗎 那重裝甲是用我們一隻正面大招來轟一發 其實還算是不錯 那類似我們紅色裝甲的話就是青裝甲 青裝甲的話可以用一些爆炸一些 傷害的攻擊來打一下哦 那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裡面一些角色一些能力之類的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就是 究竟要如何啊 配置我們一些角色這樣概念哦 所以每一個角色都有一些 每一個角色相對應的一些能力 那如果是想要後期打比較舒服的話 都可以就是去來刷一下手抽 這樣概念啊 好那這關第一關就有我們的坦克車了 那坦克車的話就是 他就是一個環色的這個裝甲 一個血量哦 所以看到這的話就知道是重裝甲 好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就是 手操一下啦 手操一下其實還比較方便一點點 那這邊的話 我們看到後面這邊這兩隻都是裝甲 黃色血量都是重裝甲 所以這可以用我們的這伊姿來打一波大的 那這邊的話 技能的話是建議大家可以先洗一下哦 像我們這個 春的話他的大招就是那個 可以吸別人那個傷害 那讓我們後排就比較不會被打到之類的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先看一下 那個能不能先挑釁一下全體 挑釁全體 好坦克來了對不對 伊姿這邊直接馬上開大招 這邊一hold 棒有沒有 直接穿假彈 直接把坦克給打爆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就是 就算你的等級練到非常非常高 如果你要打一些就是那個 陣型的安排的話 你的每一隻角色的技能 跟就是他適合就是去打哪一些角色 這些都要去研究一下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後來覺得 這越玩越好玩的原因啊 就是我們這款遊戲的話 不是單單的只有讓你就是 往前走啊 然後讓角色往前站這樣的感覺 就是你如果沒有課金 或是沒有一些強力的角色的話 其實玩起來也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好玩的這樣概念哦 好這邊的話我們就看一下 接下來還有什麼挑戰 那我自己個人這邊是帶了一隻 那個輔助角色是帶一隻補血 然後一隻是增加我們攻擊力的哦 那其實打到後面的話 我發現感覺可以再 再多一點增加攻擊力也是不錯 好這邊的話 反正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就是去洗一下技能 就是把一些你想要的技能先洗出來 那我們這邊的話白紙就可以來用他的這個 呃 空拍機啊直接轟一下我們後面的這些有沒有 像他轟這個青裝甲的話就會還不錯 就是一個軟皮的 那你看我們這邊的話 因為一隻他沒有被保護到 所以他就直接受到差多的傷害了 所以這邊的話應該是 遇到一個新 部分的話我們就應該要先用我們這個 春星來那個挑釁一下 讓全體就是有一個那個 把攻攻擊傷害都架在他身上這種概念 好那這邊補血是趕快先幫我們這個補血一下 那春的話基本上他會有一個效果就是 他血量低於多少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就是補血技能 那每一回合只會發生一次 就是每一次的戰鬥只會發生一次哦 所以這邊的話大家就可以好好的來幫忙一下 來看一下就是能不能讓他的血量 先維持到一個定義 好這邊的話一樣先發一下我們這個 挑釁全體挑釁 然後這邊多的這邊技能卡 就盡可能可以先過牌一下哦 像我們那個 群的技能啊 或是我們這個 加全體攻擊的技能都是可以當做一個過牌 那我覺得我這套隊 我最重要的就是那個 春的這個吸怪 吸怪讓我們這邊的角色可以比較不會被打到後排 然後先讓他擋一下傷害 但是我們這邊就是要好好顧他一下血量 所以這邊的話我在想說 是不是該把那個就是我們那個 加攻擊的那隻也換成我們那個就是 補血的會不會比較好一點點 感覺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這邊沒問題 然後慢慢給他回血也回起來 所以目前來說其實他的那個就是 角色的安排跟站位啊 還有技能的施放這些都是蠻講究的 而且前面關卡就這樣 代表後面關卡已經越來越難哦 所以真的很期待他後面的一些 就是那個關卡一些挑戰跟發展 好這邊的話我們就往前進 再來就這樣是接近是我們的boss關 那boss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之前是沒有打到s級啦 就可能是時間不夠啊 或是我們的角色有死亡哦 那看一下這次有沒有機會打贏 反正看到坦克車就交給一隻的大招就對了 好這邊的話先加攻擊 然後趕快先挑釁一下大家 讓他比較不會打到我們一些其他的角色 然後我們這邊的補師就可以專注的給這個 春了 讓春好不好 血量都是滿滿的狀態 然後盡量來使一些技能哦 像這個紅色裝甲就是可以用我們那個 白紙那邊打一下坦克來了嗎 沒有沒有這邊還沒有坦克 那我們就用這個轟一下空拍機大轟 然後這邊挑釁一下 就盡量讓我們的輸出點位 都不要受到太多傷害 然後讓村來補一些就是傷害 然後補一下血這樣子 好這邊的話先 先過一下 過牌 還是沒坦克車 還是沒有坦克車所以沒事 然後現在比較危險就是因為 我們現在的那個村的那個 就是大招還沒好啊 所以這邊我們後排有時候也會被打到 那先補血一下 好然後這邊把我們那個村的大招先留著哦 我怕下一回合可能會有坦克車什麼的 然後一隻我也是先留 因為坦克那邊的話就比較麻煩 好先挑釁一下 我這邊好像是比較沒有坦克車的哦 就前面有坦克車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用白紙的這個空拍機 繼續給他們爆破攻擊 幫助一下幫助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這邊 而且 那基本上其實任何大招都可以幫忙開啦 只是 就是該怎麼說呢 你如果針對那個屬性的攻擊點打的話 基本上會比較容易就是 讓那個傷害打出來這樣的概念 那這樣應該就可以讓我們拿到三星呢 應該 maybe 看一下時間夠不夠 夠嗎夠嗎 夠嗎哦不夠哇120秒內 哇所以我們現在目前來說的話 比較慘就是輸出問題了 不過這邊的話是因為 PVE來說的話 群這邊好像不是那麼適合哦 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 就是比較適合角色的話 也可以就是用他們那些角色來打 然後把群換掉 那是因為我自己對 群非常非常的那個 獨愛了好不好 所以就比較沒辦法 好我們再打一下哦 這個三之五的這個主要幹到 那你打到一定的關卡之後的話 基本上他要先看後面的劇情 他才可以就是 再解鎖更多的一些關卡這樣子 那這關的話是有那個 就是我們那個 大部隊妹子的哦 這邊有一隻那個 那個比較厲害的妹子 那我們待會就看一下 能不能就是 再打出好成績 哈哈哈哈 反正這遊戲到後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 蠻需要用手控去控的啦 因為AI的話 可能就會讓你的角色很容易就死亡這樣子 好先挑釁一下 反正春的話 這邊就是當一個就是那個 先來幫忙就是 掌就是吸吸仇恨的一隻角色 然後盡量就是趕快幫他補血之類的 有沒有坦克車有 坦克車出現了兩台 先來一隻先轟一台 你們看這個轟下去真的是很強 你們先把這個轟爆 那白子這邊可不可以轟 應該也是可以轟 先轟爆坦克車 反正坦克車優先解決哦 這個大家應該 應該應該都知道好不好 這個應該不是什麼 大新聞什麼之類的 我又來一隻坦克車 反正一隻這個穿甲彈先轟一趴 那一轟直接爆炸 那個沒有轟的話 基本上會很麻煩哦 好不好 先打贏 nice 坦克車交給一隻就沒問題 哈哈 就那種 貫穿的穿甲彈啊 那種角色來打那個坦克車是很不錯 反正重裝角色就是交給他們來打哦 沒問題哇 玩到沒電了 天啊哈哈哈哈 因為我剛開直播開了超晚的 然後 現在電量只剩一點點 沒事應該可以到我們露營玩哦 好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這樣的一個玩法 然後到後面的話 好像有兩套的隊伍可以用啊 所以你可能也要練一下 就是一隊跟二隊這樣子哦 所以這遊戲的話 我是覺得真的哦 一開始看起來哦 可能就是你培養一些角色 然後讓他去前面打 然後就是繼續往前進 然後讓他們就是升級起來 然後讓他們自動打這樣的概念 但是後來發現就是哦 其實你那個穿甲彈啊 或是我們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那個 輕裝甲的一些那個炸彈 那些都非常非常重要 我就覺得哦 真的是越玩越好玩了好不好 所以這款遊戲的話 未然檔案我是覺得 還算是蠻好玩的還不錯 那給你們看一下電腦AI是怎麼打的 電腦AI在控制的話就比較容易就是 因為他們技能都會直接開了 所以像我們就沒辦法先把那個 招式先留著啊或幹嘛之類 那就比較容易就是 可能會會敗北之類的 你看像這邊我們的一隻 應該要先轟坦克車 不知道他被轟 你看他沒有他沒有瞄準坦克車 他只有轟那個小人哦 你看這邊坦克車就會 造成一個蠻大的一個傷害 你看一直在轟我們好不好 一直在轟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打到最後面的話 如果開始覺得有點乏力了 那就是盡量就是用自己的手去操控 你看這個坦克車打下去 你看這個傷害有夠扯 你看 你看如果我們這邊沒有先把它解決 我們就要爆了 你看我們這個 我們的村快掛掉了 哦呦 完蛋完蛋 你看後面還有一隻 我們要爆了有沒有 這邊就直接死掉了 所以 Auto的話到後面就是比較沒那麼適合 還是比較推薦大家就是可以用一下 那我們就是那個 手動啊 手動操控的話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哦 這場應該是直接拘掉了哦 好 這邊的話直接放棄 好那今天基本上的話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這款遊戲真的是越玩越好玩了 那後面還有一些就是比較精彩的一些戰役啊 或是一些比較推薦一些角色的話 這邊會再來就是 哎體驗一下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大家有一些就是比較推薦的角色啊 或是一些比較推薦的一些 玩法或是配置 也歡迎在下面 有人跟大家一起討論 一起分享一下囉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影片再見囉 大家拜拜啦